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这几年在全球设厂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像台湾工厂一样高效的运营新工厂。 台积电一位董事透露,他们相信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可以盈利,尽管低于台湾。 公司也可以复制生产活动,但仅限于一定程度。 台积电在台湾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生态系统,从小商店到大企业都非常依赖它。 在美国,他们没有这样的东西。 即使把这些都从台湾搬来,它也难以预测会有多少公司加入。 咨询公司贝恩的半导体专家Peter Hanbury说, 一家提供台积电晶片生产所用清洁化学品的公司总裁表示, 事实上,一些为台积电供货的公司已经跟随其合作伙伴在美国开设工厂并开始购买土地。 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是令小型单位犹豫不决的障碍。 他们需要更仔细地计算,毕竟在这里设厂的成本比平时多五倍。 台积电的一大特点是对研发的依赖,即开发新工艺技术的团队。 在台湾,乘坐高铁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那里。 但是,在美国,不包括所涉及的手续,他们也需要二十个小时的路程。 然而,台积电最大的问题是人力资源和文化。 Semi-Analysis的一名分析师说, 只要工厂工人技能高超,你就可以赋予他们更多权利。 但实际上,美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他认为,台湾工程师倾向于在学校学习四年后到台积电等公司工作。 但美国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不一样了。 他们想去Meta或者Apple工作,待遇高,环境好,而不是去工厂。 迄今为止台积电批用的员工中,有近一半是从台湾派来的。 该公司正在亚利桑那大学、ASU等学校寻找更多员工。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一名毕业生说, 明年硕士毕业后,他会考虑台积电,因为这里工资高, 技术一流。 但他也很犹豫,因为那里的工作时间太长,很难请假。 他不喜欢台积电。 他不想成为一个听话的机器人。 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有朋友曾在台积电工作过的一名学生说, 许多年轻工程师认为,台积电是他们职业生涯的良好开端,但不想长期留在台积电。 如果你头几年在台积电工作,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文化,那么你以后就可以加入大多数其他半导体公司。 亚利桑那州历大学电器计算机和能源工程学院教授Michael Kasicki表示, 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面临着非常不同的问题。 他表示,在台湾,台积电因其受欢迎而很容易招人, 而在美国,学生有很多其他选择。 台积电目前还在日本和德国建厂。 咨询公司贝恩的半导体专家表示,这两个地点的建设和生产将带来较少的挑战。 但他认为,基于亚利桑那州发生的情况,台积电在德国仍将在劳工问题上遇到困难。 据多位内部人士透露,过去12个月, 约有6000名台积电员工通过台湾咨询公司TLI接受了跨文化培训。 该课程计划包括,帮助台积电员工在国外更有效工作地流程。 有分析人士评估,即使亚利桑那州工厂成功运营, 台积电实现全球晶片生产多元化的雄心仍将因公司规模庞大而面临障碍。 此外,台湾以外的代工厂营收预计将低于10%。 不过,与美国相反,日本自民党议员联盟半导体秘书长Yoshi Hero Seiki指出, 日本政府正寻求为两个重点半导体项目增加1.49兆日元, 约合100亿美元的补贴。 据他透露,其中最多9000亿日元将投入到台积电在雄本县建设的第二座晶片厂, 而5900亿日元将用于支持日本本土的半导体新秀RapidScope。 Yoshi Hero Seiki表示,经济部已经将这些补贴作为本财年一项紧急预算的请求内容。 这些补贴金额是本月早些时候由日本媒体率先披露。 和日本其他预算项目一样, 最终的金额可能还会根据与财政部的协商而有所调整。 此举可见,日本正朝着半导体等关键科技领域发力。 日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一次发言中承诺, 将努力加强与半导体和脱碳技术相关的供应链。 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西村康人也表示, 希望在不陷入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建立供应链和采购框架。 此外,西村康人还表示, 日本计划与美国和欧洲就电动汽车、半导体和其他关键领域的补贴制定共同标准。 据悉,日本、美国和欧洲旨在促进公平竞争环境的讨论最早可能于今年开始, 情况下将涵盖政府支持确保关键材料的稳定供应, 以及绿色转型、投资等领域。 日本政府计划在十年内投资20兆日元用于绿色转型。 在确保关键材料稳定供应方面, 日本去年通过了一项经济安全法, 授权日本政府确保某些产品的稳定供应链, 不依赖于中国或其他世家经济压力的国家。 2022年底,日本政府指定了半导体、电池、部分矿产和传播零部件等11类关键商品。 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已经批准了57个特定项目的供应计划, 并鼓励这些项目的资本支出和技术开发, 努力使供应商多样化或增加库存的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总体来看,根据Yoshi Hero City表述, 第二座台积电晶片厂的建设成本预计约为2兆日元, 主要生产6nm至12nm的罗机晶片。 这些晶片将应用于电动汽车等领域。 为了换取这种高于常规水平的补贴, 政府将要求台积电给予日本更多的利益回报。 这可能包括台积电培养日本工程师, 以及与日本企业开展合作研究等方面的支持。 据悉,日本目前已经承诺了为台积电雄本第一家工厂承担大约一半的成本, 约为4760亿日元的补贴。 此外,日本政府还承诺向Rapidus投资3300亿日元, 该公司的目标是在北海道北部生产2nm罗机晶片。 他更强调,通常情况下,这类项目的补贴只占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9000亿日元的补贴, 意味着政府将承担新台积电晶片厂费用的三分之二以上。 为了证明台积电工厂获得高于平常水平的补贴是合理的, Seki说,政府将敦促日本提供额外的激励措施, 以换取台积电对当地的帮助。 这可能包括支持台积电,培训日本工程师, 以及与日本公司进行联合研究。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谢谢。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